近期,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出现一波预言挑战热潮 许多中国网友纷纷在网上发表自己对未来的预言和期望 其中,有一位网友预言2030年前能看到祖国统一 引起了其他网友的强烈反响 尽管中国政府至今仍未能对台湾行使实际控制权 但中国上层领导还一般民众 仍对统一台湾抱持强烈的主观意愿 中国持续采取各种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 试图向台湾施加压力 希望能够达成其统一的目标 在小红书上的预言挑战中 不少网友都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和幻想 有人预言自己会发财自负 有人则希望能看到祖国的统一大业早日实现 但在众多支持统一的预言中 有一位网友的言论尤其引人注目 这位网友直接宣称 2030年前能看到祖国统一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了其他网友的热烈讨论 许多人在留言中表示质疑和不满 认为这种预言对现实情况的描述过于乐观 甚至带有一种对战争的渴望 有人讽刺说 影响你几千块的工资吗 也有人问到 到底是谁期望战争呢 你上最前线吗 这种预言挑战的热潮无意反映了 当前中国社会对于祖国统一议题的高度关注和强烈情绪 即便有部分民众对此持批判态度 但仍有不少人对实现这一目标怀有乐观预期 事实上 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人需要两岸双方通过和平 以新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协商 单方面的主观预言和盲目的统一期望 恐怕难以解决深层次的矛盾 未来 我们更需要冷静理性地看待这一旷古一幻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寻求两岸和平共处的道路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